站在櫥窗前不斷的盯著里頭橋 許許如生的紐約時代廣場街景 居然是用一顆顆的積木完整呈現 小朋友都直呼不可思議 那些大樓或是那些圖畫 或是一些製作的一些東西 都感覺很特別 搶公寒假春節商機 各式活動都已經蓄勢待發 想親指招手 不過怎麼玩出創意 激發孩子的想像力 玩積木也是選項之一 我們在家裡玩樂高 也不知道樂高可以 做出這麼龐大這麼棒的作品來 還可以跟小朋友講一些故事 他旁邊也有說明很清楚 你覺得哪一隻動物最大 你有嚇到 不論是天上飛的 地上跑的甚至水裡游的 用激木完整打造 1比1的真實比例 激木大型樂園就在台北 每個動物不只有動作 眼神表情同樣還原度極高 連大朋友都相當驚豔 小朋友可以透過激木 他們就會想說 為什麼這隻石虎的表情是不開心的 那我們就可以在背景裡頭 可以跟大家說很多 關於環境議題的事情 除了培養孩子的創意及專注力 展場還設計了激木拼切區 提供親子同樂 一起打造最獨一無二的作品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